最近登山客被困在山上的频率惊人的高 他们的下山之路可能会因雪崩山崩或其他路线毁坏的问题而遭到阻碍 所以如果人们无法从山顶步行逃命 何不以直升机来营救他们呢 毕竟这些机器可以在任何地点着陆 不是吗 这是个好问题 但是原来直升机之所以无法飞到像圣母峰那样的高山顶端是有原因的 因为直升机的设计根本就不是为了飞到像这样的高度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些机器是如何运作的 其实你可以用到一个词汇来描述直升机的飞行方式 升力 这是一种可以抵消重力的力 是的 这是同样让飞机能停留在空中的升力 但是当飞机在机翼的帮助下产生升力时 直升机则需要螺旋桨及桨叶才能做到这项壮举 桨叶会向下推动空气 使得直升机可以不受重力影响而向上升起 但是由螺旋桨所产生的升力很大程度取决于空气的密度 此密度越高直升机的飞行就会越平顺和安全 但是一旦你上升到海平面以上 空气密度就会开始下降 你有听过有些人在高山上会无法呼吸吗 那是因为空气中缺少氧气 那么回头谈谈圣母峰 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 这座山高达8850公尺 山顶的空气密度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 这意味着这样的空气所能提供的升力 也比标准海平面条件下弱三倍 你也最好记得 一架直升机不仅需要支撑它自身的重量 还需要支撑机组人员、乘客和货物的重量 换句话说 在此高度下的空气密度不足以让直升机飞起来 另一方面 有些特殊的直升机可以飞得比一般直升机还高得多 它们不仅有更大的奖业和非常强大的引擎 同时重量也非常轻 如你所想 生产这样一台直升机得花费很大一笔钱 通常来说 直升机不需要飞得比它们的一般飞行高度3050公尺更高 所以它们大多也不会设置这些装备 与此同时 也有几架直升机曾成功登上海拔8840公尺以上的圣母峰 第一次发生在2005年 当时控制直升机的飞行员后来提到 着陆是整场飞行中最困难也最危险的部分 他不知道自己要在哪里着陆 也不知道是要降落在岩石上的雪地 还是底下什么支撑物都没有的雪地 此外 在山区驾驶高空直升机的飞行员 必须不断地计算 它们在不同高度进行旋停 起飞和降落等动作所需的动力 顺便说一下 温度和气压也决定了飞行的安全性 同时飞行员必须避免将直升机降落在哪怕是有最轻微滑坡或雪崩可能性的地方 这一切不仅需要过人的经验和技巧 还需要足够的运气 我想这便回答了我的问题 为什么直升机和高地不可并存 但是等等 关于直升机 我还有一些困惑 例如 为什么有些直升机有轮子 而有些则是以起落桥进行着陆 嗯 几乎所有早期的直升机都有轮子 就像飞机一样 但 由于紧急着陆地点通常只是产平过的原野 直升机的前轮因而常常陷进去 使得负责前进的机器部分在着陆时高度不稳 同时 在斜坡区 轮式直升机有时还会不小心滑下山 这就是为什么起落桥很快成为所有小型直升机的标准配备 这样一来 它们就能在稍软的表面和丘陵地带着陆了 此外 起落桥还可以搭配特殊的水上漂浮装置 以便水上降落 最后 以这些起落桥来捆扎额外的外部负载也非常方便 至于在地面上移动时 直升机若不是用移动车运输 便是借助特殊的地面处理轮进行移动 但直升机越大 就越难控制它的起落桥 所以 大多数的大型直升机接待有轮子 它们可以帮助大型机器安全滑行 且更便于滚动着陆及起飞 你看过比较多轮式直升机还是起落桥直升机呢 请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吧 还有 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直升机需要两个螺旋桨呢 我知道正上方那个大的是主螺旋桨 它提供必要的升力并产生动能 但是 尾桨呢 它坐落在直升机尾端的用处是什么呢 好吧 若没有尾桨 直升机就只能绕圈飞行了 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 要将直升机升到空中 主螺旋桨必须转动并向下推动空气 而这又会反过来推动直升机升起 但每一个作用力都会产生一个相等的反向作用力 不 这不是我的见解 这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这代表着 如果直升机的螺旋桨以顺时针方向转动 它的机身将被推向相反的逆时针方向 这时 尾桨就派上用场了 透过转动 这个近乎垂直的叶片可以确保直升机不会在空中打转 并在飞行过程中保持稳定 你见过直升机无助的在空中盘旋吗 那么它们的尾桨则很可能损坏咯 现在我也很好奇直升机是否能在雨中飞行 事实证明理论上是可以的 另一个问题则是 它们是否被允许在雨中飞行 雨水本身并不影响直升机升空的能力 毕竟蒋液仍在旋转 推力也仍在推动直升机向上 另一方面 下雨意味着能见度较低 根据规定 直升机只能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飞行 这样飞行员才能看到它们要前往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除非一项任务值得貌似风险 否则雨天时直升机基本上都是待在停机棚休息的 好的 那么夜间飞行呢 事实上这和雨中飞行是一样的道理 直升机本身可以办到 但最好还是不要 与飞机不同的是 飞机的飞行高度高达几千英尺 且飞行路线已定 而直升机则必须保持在相对低得多的高度 同时直升机的路径更加灵活 因此 未免撞到什么东西的风险 直升机尽量避免在黑暗中飞行 毕竟这对机体本身和机组人员与乘客来说都很危险 还有那天我看到了一张很酷的照片 一架直升机在表演一项不可思议的特技 它倒着飞行 这让我很怀疑 这是修图还是什么吗 不 有些直升机确实可以倒着飞 但这绝非易事 再说一次 由于强大的螺旋桨所产生的升力 让直升机可以升到空中 而它旋转的速度快得惊人 每分钟500转以上 因此 我们可以假设 由于螺旋桨的转动 直升机因此能升到空中 所以 即使在翻转时 它也应该能办到 当然 这会很不方便 但也不完全算是不可能的 对吧 理论上而言 可惜 大多数商用直升机 根本就不是被设计来表演这类戏法的 这些直升机的机身 与蒋叶间的连接处太弱 无法承受导致机身的重量 此外 蒋叶本身也不够坚硬 如果直升机翻过来 它们会扭曲 离机身太近 最终撞到机身上 你可以想象 这样一场事故的致命后果 还有 若要倒着飞行 直升机便得重新设计引擎 否则 燃料和润滑剂 会无法均匀分布 无论如何 大多数现代直升机 都能做到滚筒戏法 但每次只能做几秒钟 并由专业飞行员进行 顺便说一下 现在的直升机非常先进 一些专家指出 你在直升机坠毁的幸存几率 比在飞机坠毁时还高 嗯 我感觉好多了 嘿 如果你今天有学到一些新东西 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这儿还有其他 我想你会喜欢的影片 只需要点击 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就可以观赏咯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吧